蔡厄对近现代中国的贡献中,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却一直影响至今。 1980年代的时候有个电影《高山流水》,就是讲的蔡厄当时袁世凯耀称帝知道蔡厄反对他称帝就把蔡厄软禁,在北京不许出京蔡厄在京期间无聊就去妓院认识了当时的名记小凤, 先后来在小凤仙的掩护下蔡厄逃出北京取到日本坐船南下回,到云南组织护国军,发动护国战争《高山流水》,讲的就是蔡厄在北京期间和小凤仙交往。 以及最后逃出北京的过程蔡厄,作为一个湖南人年轻的时候受康良变把思想影响思想倾向还是比较进步的,而且很爱国。 参加湖南自立军起义失败之后,逃往日本,在日本西间曾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毕业回国之后曾先后在云南、四川。 湖南一代教练新军并曾仿照日本的模式,在各地创办陆军小学、陆军中学等,培养具备现代陆军素质的基层军官。 因此蔡厄虽然年龄并不大,但是在民国初年的西南地区声望很高,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辛亥革命在各地的主力都是新军不少新军的基层干部,都是出自蔡厄创办的陆军小学。 陆军中学和讲武堂这个军事培训系统,蔡厄作为这个系统的主要创办人自然名望就比较高。 所以云南发生辛亥革命,之后虽然当时的蔡厄还只是个旅长,但是也被新军推举被云南省多军蔡厄,在广西办陆军小学的时候,其中有个学生个子虽然比较瘦小但是很聪明,也能说会到思想倾向,进步这个人就是李宗仁。 李宗仁从陆军小学毕业后就进入军队,开始担任基层军官,后来率军击败了唐继尧,成为雄霸广西多年的贵系领袖,而唐继尧本来也是蔡厄的得力手下。 在蔡厄九任云南都军后派唐继尧率军进入贵州民国初年,为了响应当时减少军人感政的号召蔡厄率先宣布离开云南,去往北京这才进了袁世凯的圈套菜。 恶离开云南后唐继尧继任云南省多军,才开启了唐继尧,在云南十多年的军阀时代,在护国战争中滇军和川军分别,有两个年轻的将领,参加了这次战争一个教主,得一个叫刘伯承。 刘伯承就是在这次战争中头不中枪,当时麻醉技术还不好,为了避免麻醉要对神经造成影响刘伯承告诉主治的德国医生可以不用麻,要就做手术这也成就。 后来的一段佳话,几乎可以媲美关于刮骨疗毒而流,伯承死后也就成了昭明的多眼龙。 蔡乐在云南省都军任省的时候还干了一件,应该被后人铭记的事就是他和时任四川省都军的尹昌恒联名,致电袁世凯请求帅军入藏,维护国家统一西藏,自1907年开始搞维新改革,但是成效并不明显。 张印堂曾经请求清廷派一千五百名川军新军进驻拉萨维护国防抗衡当时已经两次入侵过西藏的英印军队但清政府却没同意。 到1910年驻藏大臣连宇,再次请求清廷才同意川军派将领,中影率领一千五百名寺,川新军进驻拉萨川军军纪,不好名声很坏,再进入西藏后很快就和当地民众发生对立辛亥革命。 发生一个月后驻藏川军才从英国人的报纸上知道了,内地已经发生革命的消息,于是驻藏川军内部的袍德会组织也发动革命为困了清廷的驻藏大臣连宇。 宣布西藏革命之后中影被任命为西藏兜军但驻藏川军内部很快就发生了,分裂和内斗一方,支持连狱一方支持中影闹得不可开交,连狱一方找来,当时的藏军给自己当援军结果藏军到来,后分别将驻藏川军包围要求川军缴梟投降。 当时滞留在印度不肯推藏的十三室,打来,看到清廷列王宁国出界,西藏又出现了不稳定的情况,就派人回到西藏开始运动,指使达下一边困川军一边让驻扎在西康一带的藏军向内地推进,一直打到金沙江附近西藏的,情况传到四川后川军中要求出兵西藏就援驻藏川军的声音高涨云南因为, 和西藏接近所以也有类似的声音,时任四川省东军尹昌恒和蔡厄联明致点中央, 要求出兵袁藏袁世凯同意,后尹昌恒指挥川军和蔡厄指挥的滇军分别从四川和云南两个路线,向西藏进军连战接结, 一直进逼到昌都附近但最后因为时,三世达赖主动勾结英国英国向袁世凯施压破, 使川天联军停战退兵而在这,之后英国人支持十三世达赖, 回到西藏提出了独立诉求和中央派来的代表进行谈判。